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 我的国家是很记得的 一直到九十年代 没有人敢公化自己是死的 它同时是表面的 同时又是深刻的 在心为止 发言为止 就是我看到 我想死的 就是很多人觉得 咦 这个是死吗 我为什么不行 他过去演了一辆相 我想不到一个人的 他那时六点上也没有说自己写诗 我门上好 除了还没着 没有其他耻辱 因为诗有真是有所谓神秘的 是 就是你不要灰荣 你一灰荣 他就没有灰荣 上面的英文都被我写过 他令我是尊重日常生活 我不会写乡下的 我又不会写天堂 我就写过那个城市 其实我想问你对爱情的看法 爱情啊 刚才说什么 就微妙的评论是说 它可以游离出它的意义 但它也可以回归它的意义 我写这么多东西 你不要说我不喜欢这个 我甚至觉得我自己那些诗 写的里面那些东西 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 诗呢 始终是作用在一个人最无助 最失败 或者最孤独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起到作用 为什么你会想到找我爸爸 喜欢他的CMAS 我不喜欢他的样子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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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想到你 就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这些东西 我会想到你 谢谢大家